如果要这么招的话是吴柯守到了这个外线的位置 所以两个其实他们俩都是五号位 对 你在防外线的时候这个轮转上就慢了 三抓一 打4分 张庆棚 借吴柯一个单 刚才你看龚小冰指导跟李经理那边说了 刚才这双手 就是大家之间 就因为可能吴柯刚上来呀 没有什么呼应 就是更想去移动的更好地给你掩护 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引路犯规 张庆棚往回传 这种球是陶汉林最喜欢的 最多运一步我直接能攻框了 好球 要两分不容易啊山洞这边 山洞的守肩方是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干扰 张庆棚平球 好球 过来之后呢贾成还了一个 但不看进攻上这个虽然刚开始这个没进 后来现在这两个会和张庆棚的组织进攻 清小泽这边也还是守联防 张庆棚45度 终于来了 张庆棚三分敏中 山洞队里边 如果要这么着的话是吴柯守到了这个外线的位置 所以两个其实他们俩都是五号位 对 你在防外线的时候这个轮转上就慢了 哎 哎 打4分 张庆棚 嗯 借吴柯一个单 刚才你看广晓宾知道跟那些 就因为可能吴柯刚上来啊 没有什么呼应 所以就是哎站那儿就防了 没上来可能没不知道上来是守联防 哎 这球很关键啊 张庆棚这个这两个三分 如果张庆棚能够加伐命中呢山东队是右拔分杀 这一截张庆棚把球队的这个进攻梳理的是不错 没错 没错 张庆棚突破进来 我 我这就能给 哦 漂亮 不愧是曾经号称小鲨鱼啊 哈哈 现在才把人家戳号想进来了 不是我主要很惊讶啊 张庆棚在这个位置能把球塞给陶瀚 就是林伟瀚今天一整场都没有找到这个投篮的感觉 对 其实他是有 哇 哇 哇 好球啊 张庆棚 右手换左手 一个比一个难啊 是 这有点这个妖刀的意思了 哎 主要是透露一小消息就是 张庆棚非赛季的时候 夏天跟我们这个训练练的好 所以说赛季才有这么好的发挥 开玩笑 不能让一老将这么去打 对不对 哎 这一场回家的事就拼了吧 你看 又是张庆棚造反归 虽然说两支球队谁赢了谁打广东吧 被盖掉 看这反击怎么样啊 这个无科 哎呦 再得两科 终结了 其实按了一妙传 这个犯规了 哎 这球防下来了 没有犯规 对 哎呦 差一点 差一点 糊涂看着像要进 张庆棚 干拔一击 真硬啊 那么就手感还在 你说他那三分球吧 怎么 哎呦 漂亮张庆棚 都手里抱下来了 哎 犯规这是罚球了 嗯 打的球不太好处理啊 嗯 张庆棚看能不能反超 哦 哦 张庆棚队反超了比分 还是依靠着张庆棚的三分九 今天真是神了啊 神了 张庆棚这是这叫风神之战啊 啊 尽管整个职业生涯中有着非常多的高光时刻 但是这场比赛 作为老将的张庆棚 无疑也是场上最闪亮的球员 而且也会在赛后啊 张庆棚 22 23分 五个助攻 四个篮板 嗯 还有四个抢断 四个抢断 现在都是张庆棚 比赛最后变成了张庆棚和王庆明对标啊 再来一个 哦 又进 张庆棚贴防 对 张庆棚 如如无人 如如无人之境 最后时刻啊 上进 哇 张庆棚 也上发球线 但是呢 在他拉 把球队网出拉的这段球时间里 所以 他就是很厉害 球如人生啊 嗯 比赛嘛 这都是需要有状态 张庆棚已经是拿到30分 哎 这边许家还摔倒了 征球 这个你看 刚才如果这个 李鸿汉是这样的 我觉得张庆棚是在全场防任何一个有球人 徐家涵 小篮不中 山东队把篮球拿下来 对 这一空篮没进 看一下张庆棚 突破上篮好球 两分打进 这球王庆明也不敢动了 对 这镜头没转回篮呢 这就 哎 张庆棚 顶着人头一个好球 这场球啊 张庆棚是真的战斗到了最后 张庆棚 错位 突破焦海龙 这球打进的张庆棚是拿到了37分 好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青岛队是在这场比赛中129分129比120 9分的优势击败了山东队 从而呢是进入到了后面的八进四淘汰赛 当然他们下一场比赛是本赛季的头号种广东护远队 非常遗憾啊 这个第三节第四节这种表现 对 其实摄影机呢也都对着张庆棚 这场比赛虽然他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啊走下球场的 但是可能这场比赛之后大家 谢谢 谢谢